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人數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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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阿文 今年36歲 過去被這個病都折磨了我差不多十年 自己一個留在家裡 久不久都會聽到樓上鄰居 即是說三、四 把我的動作都說出來 久不久都聽到聲音說我 覺得很困擾 我是阿文的主診醫生 我記得八年前 阿文被診斷有精神分裂症 在幻覺影響下 阿文可以說飽受折磨 甚至苦不堪言 我記得阿文的阿姨和表弟 都是患有精神病的 見到阿文的苦況 究竟何為精神分裂症呢 精神分裂症 是一種重性的精神病 它會影響腦部的高層次功能 包括學習、記憶、感覺和思想 患者通常在二十歲至三十歲左右發病 腦部的神經細胞受到影響 神經傳遞物質 多巴胺過剩 令到訊息混亂 導致不同精神分裂症的症狀出來了 最初我懷疑鄰居監視我 甚至覺得他們在窗口監視我 又在我家裡放了針孔攝錄機拍下我 於是我就把窗戶封住它 後來還買了針孔攝錄機的探測器 去找偷影我的攝錄機 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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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有人偷影我們 有沒有搞錯 無緣無故會有人偷影我們 沒想像林太太,會多個攝錄機 每天都這樣拍 你林太太要上班 哪有空偷影我們 每天都拍,每天都拍 十幾個鏡頭 你別發神經 哪有空偷影我們 不要動 阿文… 又開始拍了 阿文… 阿文… 阿文有一些古怪行為 精神分裂症的病徵到底是怎樣的 在阿文的症狀裡 可以分為陽性症狀和陰性症狀 陽性症狀包括幻覺、妄想、說話和行為上的錯亂 幻覺就是感受到一些愛家不存在的事物 而最常見的幻覺就是幻聽 阿文會聽到一些別人聽不到的說話 跟她說話、罵她 甚至會被指令她做事 而網上就是 病人在基於不足夠的理據 或是一些不正常的邏輯 產生的一些觀點 譬如阿文在不足夠的理由下 堅信她被偷拍、被跟蹤 陰性症狀是指病人的情感遲鈍 她們的思想很貧乏 以及她們的行為很欠缺積極性 而在阿文的個案裡 她的集中力、專注力和判斷力都有所影響 這些症狀都大大影響到阿文在社交上 以及工作上的能力 有些人以為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暴力傾向 其實又是不是呢? 坊間經常誤以為 大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暴力傾向 其實這是謬誤 我們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比較內斂 萎縮 小部分患者可能真的會有暴力驚向 她們通常就是不服藥、不覆診 導致幻覺妄想出來 影響了她的行為 家人應該不用怕會刺激她們 其實就是用正面、接納、關懷的態度 還有留意有沒有病徵出來 有時候盡快和專員人士或醫生商量 如何幫助患者 阿文的家人和她相處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阿文的媽媽 最初對阿文被監視這種看法 總是百思不得其解 往往用一種責備的態度 質疑阿文究竟有甚麼事實根據 而這種相處的態度 總是影響到阿文對媽媽的信任 令到她們的關係緊張起來 有人說父母沒有精神分裂症 子女就不會有 究竟實情是怎樣的? 臨床經驗告訴她 我們看到很多第一次發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父母都沒有這個病 而最新的醫學研究都顯示到 每個人的身體裡 都可能有一些跟精神分裂症有關的遺傳基因 當這些遺傳基因的數量到達某個臨界點 便可能有機會誘發了這個病出來 阿文 不如你認真出去找回一份工 你都不小了, 養到你這麼大 你經常在家裡見到你有激氣 真的沒眼看 其實催促阿文去找工 是否一個幫助她康復的好方法呢? 其實很多人以為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做事 代表她刻意地難 其實這是謬誤 很多時候陰性的症狀 會令到她不由自主地失去動力 至於是否適宜工作 應該視乎她病情而定 所以家人應該跟醫生商量 要記住勉強 就會令到可能壓力太大 導致復發 究竟甚麼原因會導致精神分裂症呢? 醫學界暫時對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未有定論 不過很多研究都顯示到 這個病和很多因素會有關係 這些高危因素包括遺傳 如果家族裡有人有精神分裂症 他有的機會比普通人高 第二方面就是外在環境因素 包括濫藥 生活壓力 移民等等 這些因素加加起來 可能導致腦部的神經細胞受到損害 腦部的神經傳來物質 例如多巴胺會失去平衡 太多的多巴胺會導致 人們接收訊息很混亂 引發到精神分裂症的症狀會出來 在暗門治療過程中 藥物治療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環 這些抗妄想藥或抗幻覺藥 原理就是透過抑壓腦裡 過多的多巴胺神經分泌 從而減少甚至消除 阿文的幻覺和妄想 如果阿文能夠在康復期間 繼續吃藥的話 是可以大大減少復發的機會 大概在2004年 我診斷了有精神分裂 醫生開了抗精神病藥給我 說病情是好些的 不過之後我沒有跟指示吃藥 試過停過兩個星期 之後就搞到復發 阿文,時間到時候吃藥吧 吃藥 你不準時吃藥 看多少次醫生都沒用 快吃吧 你知不知道藥很難吃嗎 有多難吃 難吃也要吃 快點吃 快點吃 乖 乖 乖 除了不肯吃藥 還有甚麼原因 令阿文的病情反覆不定呢 在阿文和媽媽相處裡 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一些研究顯示 某一些家人對病人的態度 是會增加了翻法的機會 這些態度是包括了過度的評擊 敵視的態度 以及一些 過分關心可惠的態度 都會增加了對病人的翻法的機會 經過我多次的勸解之後 媽媽終於明白到這種評擊 和敵視的態度 根本幫不了阿文 反而令阿文不信任她媽媽 其後媽媽就用了一個多聆聽的做法 多去理解阿文的感受 雙方的關係改善了很多 阿文 最近不見你用過那部炭漆機 原來那部機沒有料到的 我知道 你也是不想我們被人偷影 才用過那部機 不過最近真的靜了很多 整個人都輕鬆了 這樣就好了 你陪媽媽一起喝茶 好啊 很久沒吃過點心了 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讓我先吃藥 好 好 處理阿文的揚聲症狀 我們主要用藥物上的治療 至於阿文的陰性症狀 我們主要透過康復服務 譬如說社交技巧的訓練 職業治療 和輔助就業等等這些服務 目的是令到阿文可以維持 對事物的興趣和工作上的能力 越早接受康復服務 治療效果是越好的 現在我肯依時吃藥 病情穩定了很多 最近這三個月 我參加了輔助就業的Code Easy 負責做收銀的工作 現在開始自食其力 覺得自己有用了 跟媽媽的關係還改善了 看到阿文逐漸康復 個小時的關鍵又在哪兒呢 精神分裂症患者 需要一個專業團隊的服務 包括醫生、社工、臨床心理學家 護士和職業治療師等等 在求助途徑方面 家庭醫生會將病人 轉介給你看精神科專科醫生 當然如果有緊急需要 就要去急診室求助 近年社區有很多不同的康復服務 幫助康復者、康復和融入社會 如果有需要 可以向最近的社會服務機構查詢 我們會見到你 我們會見到你 謝謝大家 我們會見到你 我們會見到你